今年40岁的孙艺珍终于遇见了自己的一中人 玄斌 并官宣进入婚姻的殿堂 两个人强强联手 俊男靓女无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出道了20年 完全零绯闻的演员孙艺珍坦言 现在的爱情就是我的初恋 而30岁的时候 孙艺珍还拒绝婚姻 结婚以后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心拼事业 肯定要放弃一些东西 一想到这些我就不怎么会去想结婚这件事 遥想20几岁的孙艺珍还在屏幕上直言 男性们都不太喜欢我 这句话一出是难以置信的 毕竟孙艺珍可是有着堪比天仙一般的美貌 婉约秀丽 柔美清纯 像血液的山水化 处处留白 却又处处撩你心弦 意犹未尽 给人一种楚楚可怜的柔弱感 特别是笑起来的眉眼弯弯 给人一种无害的治愈感 然而她却是这么评价自己的 我一点都不懂得套近乎 有点像男人一样的性格 不会示弱 也不会说好话 不会像其他许多女孩子那样撒娇 展现出自己柔弱的那一面 我工作的时候都太投入了 所以男性们也不太喜欢我 孙艺珍绝不只是所谓的傻白甜 也绝不仅是花瓶 要不然怎么可能二十多年来零黑点 持续走红 无低潮期 她柔软也刚强 事业是她心中绝对的唯一 该怎么去形容她对表演的热爱呢 她说过 我要一直演戏 直到我去世的那一刻 出道的前三年 孙艺珍孤独又忙碌 没有和一个朋友往来 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她的心里只有一件事 该怎么才能让我的演技更棒 那项寡言的她 在初中的时候就预知到了 自己是注定要演戏的 我好像感觉心里藏着什么东西 一直在蠢蠢欲动 好像有什么说不出的东西 是我可以牵引出来的 刚出道的她 发现演技不仅仅只要天赋的 那个时候的她 说实话 只有不能发挥出来的天赋 还有惊为天人的长相 演技特别差 经常被训的她非常难受 2000年后的三年里 她不断地去磨练自己的演技 对于每一个角色 她都会拼命地使劲地去完成 只有这样 她才会对这个角色 自责感会少一点 2003年 她拿到了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部电影 《假如爱有天意》 清纯的孙艺珍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 从那之后 她慢慢地开窍了 不断让自己痛苦 一直磨练自己 多经历事情 就这么一直做 我想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演员吧 但她对自己的演技既悲观又很主观 一直在自我拉扯 自我束缚 对角色抱有过分的恐惧和责任感 在《我脑海里的橡皮擦杀青》后 积压着太多压力的她 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把所有人都吓到了 但正是她如此地执着于角色 才奉献出了佳作 资源平平的她 开始在电影界有了自己的一条路 孙艺珍十分珍惜这一突破 对自己却也更加苛刻 她深知在韩国演艺圈 女演员的生存有多艰难 一点花边新闻都可以让她无路可走 为此她从来都拒绝 给合作的男演员联系方式 从不会跟男演员有聚会和聚餐 不会交演艺圈的朋友 对于绯闻 她也亲自澄清不留一点余地 就因为这样 所以她给所有人的印象 都只有演员孙艺珍 后来她也觉得当时做得太绝了 不可否认的是 她真的对自己的事业 有着很高的追求 慢慢地 她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给大众的印象就只有国民初恋了 不行 她不想做清纯的小白花了 孙艺珍积极转型 跳出框架 她不再清纯 而是变得性感 变得搞笑 孙艺珍拿出了外出和搭讪的法则 2008年 她更是交出了 妻子结婚了这部口碑 和票房都大爆的电影 更因此获得了韩国青龙影后 和白翔影后 作为一个演员 有光荣的时候 也会有难受的时候 有一次拍戏 由于过于寒冷 孙艺珍被冻得像木乃伊一样 无法动弹 她在睡觉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就哭了 每次她都会说 啊 休息一下吧 但嘴上说着 手里又会不自觉地开始看剧本 研究下一部戏的角色 就连她自己也说 自己可能就是劳碌命 没办法 对孙艺珍来说 演戏是她很喜欢的事情 她常常因此感到幸福 2014年 孙艺珍主演电影《海盗》 并因此拿下了韩国大中影后 34岁的年纪 她就已经实现了个人影后大满贯 2016年 孙艺珍更是连续拿出了 《没有秘密》和《得慧翁主》 两个大爆电影 《没有秘密》让孙艺珍获得 韩国辅日电影奖 韩国影评奖最佳女演员奖 釜山电影评论家协会奖 最佳女主角 女性电影人奖 最佳演技奖 和春史电影奖最佳女主角 拿下韩国三小影后的孙艺珍 至此实现个人 三大三小影后的超级大满贯 《得慧翁主》更是让孙艺珍 再次拿下了大中影后和白翔影后 值得一提的是 《得慧翁主》作为一部女性传记电影 为孙艺珍的背水一战 自掏腰包为电影投资了 10亿的制作费 单扛电影票房 最终在即将撞党釜山形的情况下 依然杀出一条血路 在众人都不看好的前提下 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孙艺珍的演技 几乎到了炉获纯青的地步 在同辈美女演员忙着结婚生子 拍着纯爱偶像剧的时候 孙艺珍还在低调地挑战着不同的角色 开拓自己的戏路 奉献出一步步的佳作 在领奖的时候她说 作为一名演员 慢慢老去的日子虽然很美好 但也很可惜 我总想展现给大家更多的方面 孙艺珍对演戏有很大的欲望和热情 而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女演员 在男演员称霸的韩国电影圈 能杀出一条血路的原因 在韩国 男性为主的类型片占主流 女演员的资源十分有限 特别是大女主的电影 孙艺珍在资源一般的情况下 不断地挑战自己 探索新的门路 不仅做到了专业上 收获了无数奖项的肯定 也在商业上 做到了超级的票房号召力 她在的电影几乎就没有赔过 在韩国 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孙艺珍 二十年来 她一直拼搏在事业的第一线 现在也没停止 交出了成绩亮眼的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和爱的迫降 而她也试着喘喘气了 演戏是我很喜欢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幸福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 与玄斌的相爱水到渠成 优秀的人总是能吸引优秀的人 有着二十年积淀的孙艺珍 站到了顶峰 终于可以坚定地去拥抱喜欢的人 我不太在乎其他人怎么看我 我认为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找出让自身真正感到快乐的东西 并努力实现它 最幸福的是那些创造和提高自己的价值 并为之付诸努力去寻找幸福的人 希望在顶峰相见的孙艺珍和玄斌可以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